早上好 欢迎回到2月6号的百个晨报 我是张敏和 国航在今年1月宣布用了21令吉 向政府购买毗邻吉隆坡国航大厦 大约22.5公顷土地 消息在传开之后马上掀起了争议 因为购买土地的时间点刚好落在12月下旬 一马公司要向国际石油投资公司 支付一笔大约23亿令吉的欠款 今天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头版纷纷刊登 国航总裁莫哈默伊布拉辛表示 这是一项公平交易 而且是国航多个月前主动接驾政府购地 而不是政府要卖地 他也指出国航购地不是新鲜市 多年来已经买了多幅土地 也是以市价购地 确保符合市场的标准程序 新报则用头版位置告诉在农历新年返乡的读者 要注意交通安全 即使警方在佳节期间展开多项安全措施的行动 但是警方也促请司机 安全驾驶最重要 马来报《阳光日报》头版报道分析家指出 来临大选国阵稳坐登家楼 因为一党势力显弱的关系 另外前风暴头版新闻是在说政府打击走私活动 吊销31家大马关税局的代理快递公司执照 沙拉月一共有7间 而雪兰娥最多公司执照被吊销 他们是因为涉嫌虚报商品性质 协助走私管制商品而被兑付 包括毒品、白米、香烟、烈酒等需要政府准证的商品 接下来换个看点 首相纳吉昨天在首相署阅读集会上说 马币突然突破4令吉 成为世界走势最强劲的货币之一 除了因为石油价上涨以外 主要是因为外资已经回流 反映出大马的经济发展良好 不过讽刺的是 本地知名霸吉市场麦丁董事经理阿米尔却指出 普罗大众没有办法追上物价攀升的速度 阿米尔在接受英语电台BFM89.9访问时说 过去一年国内杂货业销售业陷入萎缩 近五年来 五国有超过100种用品涨价超过14% 去年涨幅更是攀升到了15% 就此他就认为人民手头是结局的 大家没有钱花费 另一方面 纳吉前天推荐一马商店2.0 强打他为人民带来的好处 但是曾经加入一马商店1.0行列的麦丁老板阿米尔却表示 当时太天真 他说他当年为了帮助大马人应付通膨 而注资经营一马商店 但是麦丁在参与的过程中 总共是亏损了超过1亿令吉 他也透露一马商店以折扣价出售货品 政府并没有津贴这些货品 亏损也由麦丁来承担 但是政府却继续拥有商店的资产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格城报 我们再会 百格城报是由马来西亚综合股粮排名第一的 Good Morning 18股粮特别呈现 姜是老的辣 猪姜更辣